如今去国外找媳妇的男人真的是很多 是我们中国的女人真的不如外面的女人好吗 还是他们宠阳媚外 还是中国的女人不够漂亮缺少女人味呢 就在今天我坐公交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夫妻 女人是外国人 男人是我们中国人 就这样我跟男人聊了起来 他却看出了我的疑惑 就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说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机会认识中国的女孩子 更不是说我们宠阳媚外 而是这些外国的女孩子 不要房子不要车子 更不要彩礼 根本就不像我们中国的女孩子这样 得全款买房子 还得买个拿得出手的车 更得支付高额的彩礼 真心的是娶不起 也真的伤不起 万一要是离婚了 还得分财产 风险太高了 结婚以后男人如果赚的少了 就会责怪男人没有出息 赚的多又会抱怨 他们不顾家 不陪你们 一边无条件的享受男人的付出 一边又喝着毒鸡汤 埋怨男人的种种不好 真的是太现实了 听到他这么一说 我确实也陷入了沉思 男人确实也是人 也是有游血 有肉 有情感的人 他们不是铁打的 更不是神 为什么现在很多外国的女人 都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男人呢 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男人 有独特的魅力 顾家 爱媳妇 疼孩子 在中国呢 却有一群大连的圣女 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宁缺勿滥 但是我要说呀 你想找帅的 有品位的 懂浪漫的 还得有房 有车 有存款的 还得会做饭的 有能力的 更是对你好的 对你无微不至去照顾的 这哪是在找顿相啊 简直就是在找神啊 话要说回来 你配吗 你有啥出众的地方吗 你长得好看 还是银行卡 余额已经爆满了呀 正是因为这些无理的要求 从而促使了越来越多的男人 去找养媳妇了 我嫁给我老公是裸婚 我嫁给我老公 我们是裸婚 没有房 没有车 没有彩礼 连婚礼也没有办 房子可以一起攒钱去买 车子也可以一起攒钱买 你又不是乞丐 凭什么要求对方付出那么多呢 而你却是一味的索取呢 家人们 你们支持我的说法吗 在这边